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业学习的一个专业的课程 那么这边课程来讲 我们首先今天讲的就第一章续论 续论的主要包含四个内容 一个是对电源的一个概述 再有电源的分类 还有观点源的发展 还有我们说本课程的一些目的和主要内容 那么这边课程的重点和难点来讲 或者说我们这张的重点难点 就是重点掌握电源的概念 分类还有它的特点 就从这边课程 因为我们是焊接专业的第一门课程 所以它有些基本的概念 大家必须要掌握 尤其是互换电源的概念 然后我们讲第一节 就互换电源的概述 首先我们给大家一个焊接的概念 你们学焊接 你对互换电源了解 首先是一个焊接概念 我们给一个焊接概念 这焊接概念是什么 就是通过适当的手段 使分离的物体 也可能同种的 也可能一种的 产生原子或者分子之间的结合 而成为一体的连接方法 我们就叫做焊接 那么焊接的概念 在不同的课程当中 它给出的概念会略有差异 但是从总的来讲 不管怎么样 它都是形成了原子或者分子之间的一个结合 那么这个结合 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可拆卸的连接 不可拆卸连接 那么焊接的一般特点 就是从我们焊接概念来讲 它一般特点 因为我们说所谓适当的手段 就是采用加热或者加压 或者两者并入 又加热又加压 因为它的目的就要使得分类的物体 达到原子和分子之间的结合力 那么一般来讲的物体 要想达到这种结合 不采用一些适当的手段 它是不可能的 所以必须要采用一些适当的手段 那么好 就是加热或者加压的这样的手段 或者两者并入 那么这个焊接 我们只有在被连接的处 才会形成我们这种分子和原子之间的结合 因此它是一个局部的加热 就是局部的加热 不是整体的 你们学过热处理 热处理往往是整体的加热 而这个呢 我们只是在接头的部位进行加热或者加压 那么在这加热 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一些个 我们说材料的一些融化 那么这融化当中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变化 物理化学变化 那么这些来讲都是在我们叫焊接冶金那边课程当中 去给它更细致的去分析和学习 然后再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结合不是机械的连接 它是产生了一个原子和分子之间的结合力 所以从你表面看来讲 它形成了一体 形成了一体 那么这个接头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它是一个永久性的不可拆卸 所以这个呢就是焊接的一般的特点 当然具体的不同的焊接方法 它有不同的具体的再有的特点 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通常的焊接的特点 所以现在呢就给大家首先一个焊接的概念是什么 焊接的特点是什么 什么是焊接 这个大家先建立起来 那么我们说根据刚才说的不同的加热加压的方法 那么就形成了不同的焊接方法 那么这里呢 我们说几种常用的焊接方法 一种呢就是叫电弧焊 那么也就是说它利用电弧 对我们说被连接的工件进行加热 那么就叫电弧焊 还有呢是利用工件之间的电阻进行加热 那我们把这个就叫电阻焊 再有一些钳焊 扩散焊 激光焊 电子扩散等等 这里呢我不再一一的给大家介绍 因为这里我们有专门的课程焊接方法 焊接方法与工艺那边课程 会给大家介绍每一种焊接方法的特点 每一种焊接方法的应用 我们这些大家只是不要考虑到 一说焊接就只是知道 码头边上看的那个焊条焊的 那是最简单最初级的 实际上来讲 我们在工程上应用的大量的焊接方法有很多 有很多 那么应用最广泛的 或者在工程上应用最多的 我们说是电弧焊 那么我们在码头边看到的手工电弧焊 是电弧焊当中的一种 一种 那么电弧焊 我们重点讲电弧 因为我们这边刻是弧焊电源 所以重点的 大家应该知道电弧焊的概念 那电弧焊呢 就是采用电极与工件之间燃烧的电弧作为热源 刚才我们说不是局部加热吗 要加热 拿什么来加热 这是利用的电弧作为热源 用电弧来加热工件 使得我们说它局部的融化 然后使得被连接的进主 达到原子和分子之间的结合 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呢就是电弧焊 所以说省眼的概念就是 电弧是电弧焊间 电弧焊当中的热源 用它来加热工件 这个概念 那好 我刚才说了 电弧焊有很多种 很多种 那么不同的焊接方法 不同的电弧焊方法 就有不同的一些设备 来保证这个电弧焊的燃烧 电弧焊的稳定的这种焊接 保证电弧的稳定燃烧 那么这里呢 我们说最常用的 大家马路边看最多的 手工电弧焊 我们这个也把它叫做焊条电弧焊 焊条电弧焊 还有一种方法呢 我们空中比较多的 叫做埋胡自动焊 所谓埋胡自动焊呢 它 你从表面上看 看不到电弧 看不到电弧 这个电弧呢 埋在了我们说后面的焊机 焊机下面 焊机下面 那么它这个埋胡焊的 基本上来讲 大多数用的是自动焊 所以你看到它 有焊机 焊机电源 有焊机的电源部分 有自动焊的小车 它行走 跟那个电弧焊不一样 电弧焊是人拿焊条 所以它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电源 然后带一个焊钳子 焊钳子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还有呢 像我们这个讲 叫 后面我们要学到的 就是乌鸡雅焊和等离子弧焊 那么这两种焊接呢 你可以看到呢 它这个电极是不融化的 和这个不一样 这焊条是作为 我们后面要讲到 它是作为一个电极 电极它融化 而这个呢 这个电极是乌棒 这个乌棒它不融化 但是它形成 同样形成电弧 而是工件 只有工件融化 那么也可以适当的填一些丝 填一些丝 那么这个等离子弧焊 跟它区别在哪呢 你看这个电弧 比较宽 是吧 而这个电弧呢 比较窄 就是它能量更集中了 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 那么也是具体的焊接方法 那个课程会给大家介绍 给大家介绍 融化极的气体保焊 刚才这个 这也是融化极 是吧 这也是融化极 这也是融化极 但是这个融化极 你可以看到 它焊条 是一根一根的 这个电弧是埋下来了 看不见的 而这个电弧呢 是明着的 而这个丝呢 变成了一个一个的融滴 滴落下去 滴落下去 而这个呢 它有专门的送丝机构 是自动送丝的 是连续的 不是一根焊条 一根焊条 它丝是一直在连续 一直在连续的 所以这叫融化极的气体保焊 另外它保护也不一样 这保护是用气体保护 而这个呢 焊条呢 它是靠外面的焊条形成的 燃烧过程当中的焊条呢 它变成了气渣 用这个气来保护 而这个呢 是专门的外接气来保护 这些方法 我们大家看到的 这些方法 我们以后的客人会介绍 但是呢 通过这个方法 我会看到 不同的焊接方法 它有不同的焊接设备 来保证这个焊接方法的实施 焊接方法实施 那好 我们得总结出一句话 叫不同的电污烷方法 需要不同的电污焊机 不同电污焊机 那么电焊机是什么呢 我们给大家一个概念 或者是一个定义 那么电焊机就是共完成各种焊接工艺操作的专入设备 这是焊接当中的专入设备 用于焊接 那么这些焊接设备包括哪些内容呢 首先第一个 既然是电弧嘛 它要雇给能量 那么就是电源 除了电源以外 还有一些自动焊的一些小车 还有送司机 还有焊距等等 这些个加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电焊机的总体 但是不同电焊机包含的内容有所差别 你比如刚才说的熟焊机 它可能只有电源和焊距 一个焊前的 但有的呢 像埋焊焊 它就包括了送司机 包括小车 包括电源 所以它不同的焊机 它的构成是不同的 不同的 那么在这些焊机里面 我们重点给大家讲的就是湖焊电源 这门刻也叫湖焊电源 那么湖焊电源来讲呢 它是电无焊机当中的核心 没有电源 你其他的都谈不上了 然后怎么样 所以说这个湖焊电源是电焊机当中的核心 那么它主要是的作用 就是提供给刚才我们说电弧的能量 提供电弧的能量 并且适合于电弧焊工艺的一些电气特性 所以这是湖焊电源 也就是我们这门课要讲述的重点内容 前面都是铺片 这样我们引出了湖焊电源的核心作用 那么焊电源的主要作用 我们说主要有三个内容 一个来讲 它是提供能量 就跟我们电一样 它是提供能量 电弧的燃烧需要消耗能量 必须有相应的设备来补充给它能量 所以它要提供能量 第二个来讲 不光要提供能量 还要保证电弧稳定 电弧不能一块大一块小 一会左飘一会右飘 那不行 它保证电弧的稳定燃烧 再有不同的板 保护板后板 那么它需要的电弧的能量是不一样的 我们俗话说 电弧大小不一样 电弧大小不一样 是因为它的提供的电源提出的 提供给的电流电压不一样 所以必须能够调节这个能量 所以说我们说 换电源的作用主要是这三部分 那么我们总结出一句话 既然换电源来保证了焊接的电弧的稳定燃烧 保证焊接电弧的能量的需求 那么我们没有先进的湖汗电源就不可能实现先进的湖汗工艺 所以说也就是说 你要想提高焊接质量 你必须有先进的焊接设备 必须有先进的焊接设备 来保证我焊接的各种要求的实施 或者说各种控制的实施 后面我们要讲到哪些个电源控制 后面我给讲讲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节内容 就是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述 基本概述 那么第二节内容 我们就讲讲幻电源的分类 特点 还有它的应重 幻电源的分类 特点和应重 那我们任何一个物体 或者任何一个群体 它进行分类的话 它的分类方法有很多 分类方法 就好像我们现在同学上学一样 它可以分年级 分班级 也可以分男生女生 对吧 所以它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那我换电源的分类方法也有很多 那你根据什么来作为它的一个分类的依据 那么就得出相应的分类 第一个 我们说用的比较多的 就按输出电流的种类 这个大家都知道 最常用的直流电交流电 那么我们就有直流电源交流电源 直流的换电源交流换电源 还有特殊的脉冲换电源 用的比较普遍的是直流交流 什么时候用直流 什么时候用交流 那么根据它的焊接材料 焊接结构 来进行选择 它有各自交流 有交流的特点 直流有直流的特点 第二个 我们说按一些关键的部件 来进行分类 这里我们可以分为 互换电压器 还有整流器 还有逆变器 再有我们按 互换电源的输出特性来分类 平特性电源 缓键特性电源 恒流特性电源 那么这些特性 大家可能还不熟悉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会给大家介绍 会给大家介绍 再有一个 也是经常用的 就不同的焊接方法的分类 比如说焊条电污汗的电源 埋汗电源 无极亚汗电源 等等等等 就不同的焊接方法 它有不同的电源 与之来相对应 前面我们说的这种方法 这个大家可能很容易理解 后面这种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这个它很直观 但是也就是说我们给大家这意思 就说它有很多的分类方法 所以在实际应用当中 会好几个分类方法交叉的始终 比如说它会说 直流手工电污汗电源 交流手工电汗汗电源 它有说直流无极亚汗电源 交流无极亚汗电源 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 我们叫做符合 符合 但它的基本分类是这些 那我们说给大家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 汗电源的一个分类的一个表 那么这个表来讲 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的说了 就说它现在这里面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这是我们常众的一种 常众分类方法 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红字 有些绿字 在书上都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 有些电源是我们已经被淘汰的 为什么淘汰呢 有的可能技术上是做厚 有的可能更主要来讲 大多数始于能量消耗在大 材料消耗在大 现在大家都在讲能源 所以有些的就被淘汰掉 那么有些来讲是发展的 比如现在我们讲的这些绿色 这些电源来讲 它更多的用的一些现代的技术 现代技术 所以说这些代表了电源的发展方向 电源的发展方向 我就不一一讲了 大家回去自己看一看 那好 我们把这个换电源分类了 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说几种 首先来讲 我们说把大的分类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一种叫机械调节型 那么机械调节式的这种电源来讲 它主要是利用了一些个 物理上的一些结构 或者说机械的结构 来获得所需要的特性 或者调节它的特性 都是用机械来完成的 和结构上来完成的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或者说最早的这种电源 我们书上有给大家的分类 还有一种叫做电磁调节型 那么电磁调节型 它主要是来讲 是利用电源内部的一些个 具有电磁状态的一些器件 来进行特性的调节 和它的输出电流大小的调节 这叫电磁调节 这两种 这两种是比较传统的 比较传统的 那么现在我们刚才说 用的比较多 或者发展方向的 是叫做电磁控制型 我就黄的这种 电磁控制型来讲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又可以分为三部分 一种叫整瘤式的 一种叫逆变式的 还有一种 我们把它单独抽出来 叫做数字式的 实际上来讲 数字式来讲 它往往是在逆变式的基础上 来发展的 那么也有个别的 有整瘤的采用数字式 所以说从分类来讲 后面我们要讲到 整瘤式的呼按电源 要给大家讲 逆变式的呼按电源 也给大家讲 那么数字式 给大家一些概念 那么这些 无非就利用了 电子电路 来实现电源特性的控制 它就不像前面 那种机械的 它是用电子控制方式 再以后 刚才我们说的 用了一些个 数字化主要是用的 一些软硬结合 包括一些硬件电路 包括一些软件的程序 这样的话 使得它 这个电源的控制 更具有它的可控性更好 能够达到我们 新的工艺 它提出的要求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说了 把这两种电源 我们可以归结为一些传统的 传统的 这些我们可以归结为 现在的呼按电源 那么它的特点 我们说上给大家很多 我们简单的来说 机械调节式来讲 它结构比较简单 它适用性比较强 成本低 你比如说现在 我说马车边上去 焊 焊 原来的 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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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理的一些部件 它往往都是一种 机械调节式 现在一台 我们后面要讲 抽头式的 呼按摩压器 也就三四百块钱 就能买到 非常便宜 非常便宜 但是它缺点也有 它的参数调节 不灵活 不准确 另外呢 脉动不大 脉动大 这样对一些个 说连上就可以 不是结构件 我们使用它比较多 使用它比较多 这个电磁性的 电磁调节 它是比较坚固耐重 也就是说撒蛋黑粗 比较笨重 因为它拼的是材料 拼的是电磁的一些材料 那么过载能力也很强 但是它主要来讲 就效率很低 又耗能又耗材 所以这种电磁调节 是逐渐的来讲被淘汰 被淘汰 那么在这里面 电磁调节 你们回来看书里面 这里面呢 只有一种 现在可能还在用 用比较多一点的 就是用柴油 或者汽油 进行作为能源的 作为能源的 那么这种呢 还在野外施工的时候 有时候还在入 但是更多来讲呢 我们说是这种 现在这种电子控制式 就是它这控制式 电子控制式这种呢 它可以输出 直流 脉冲 交流 都可以实现 不像这个 机械调节式 往往来讲呢 往往比较 用比较多的是交流的 后面我们要讲到 交流电磁是一个不稳定的 因为它电流在波动 而这种呢 它既可以直流 脉冲 都可以 但是交流团队员呢 在汉间一些特殊材料 比如一些铝镁合金 有推荐这种交流 因为后面要讲到 就是你们汉间方法 就要讲到 你交流它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能 具有特殊性 那么它输出的电流的种类比较多 参数调节那就多 那么可控性就比较好 可控性比较好 因此呢 这种方法呢 是现在的主导方向 但是它也有缺点 相对来讲 电路比较复杂 电路比较复杂 那么修理一下 现在来讲 我们说现在用来修理 以前来讲 修理一下机械式不容易坏 而电路式的相对来讲 比机械式要稍微差一点 可靠性就不如它好 那么现在 比较多的就更换板件 哪个换的 把板件换了 再发一个新板 这样上 它的一些常用的换电源 还在特点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节 那么第一节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忽然电源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给大家讲的忽然电源的分类 还有特点 因为我讲的来讲的 都是把些提纲式的东西 给大家讲了 剩下的 不是完全按书上去念 也不是按书上去念 你们回去要自己一定 要结合我讲的这个主线 回去自己要看书 把它再细化 我如果一点点都按照这个书上去念 这些特点什么 也没有意思 是吧 你们回自己要自己看 不是说这些就讲完就完了 回去一定要自己看